全球舆论大动态 近在有报天天读 大家好 我是邱正海 今天就到礼拜五了 但是咱们中国的一句话 叫数欲进而风不止 国际上还有很多事 这波 现在美国又把59家中国企业 列入黑名单 拜登政府比特朗普政府还要厉害 特朗普还只有48家 他昨天搞了59家 另外中美的咱们的刘鹤副总理 跟那个叶伦通话话之后 最近有一些微妙的进展 一会儿一个都告诉你 好了 我们先看一下往好的方向 往好的方向看吧 先看看这个中美两国的贸易谈判 或者贸易对话 到底现在在幕后 到底如何进行了 过去就 这个对话还是前几天举行的 5月27号一次 前几天一次 那么这个最近呢 前天和昨天两天呢 美国和中国的高官 分别透露出来了 咱们先看看中国吧 先看看中国啊 先看看美国 我们看看啊 这个VOA 美国之音和明报报道说 美国方面啊 这个前天 有一个美国的一个 副国务卿叫 Wendy Shermer 他在东南亚访问 然后呢 美国人呢 他是在这个菲律宾啊 他一个叫media hub 我不知道在中文怎么说啊 就是他专门是 负责这个周围地区的新闻记者联络了 我们有时候经常也会 我本人经常会受到他们那些电话邀请 他会邀请记者参加他的叫 telephone conference 如果他有高官 无论是军队啊 或者外交啊 或者白宫的高官 到了东南亚 他会邀请的一些记者 跟他们做一个telephone conference 前天呢 这个Wendy Shermer 到了东南亚 然后他就跟 这个地区的记者 搞了一个 搞了一个叫telephone conference 就是电话的这么一个会议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人就问他了 说现在这个中美两国已经开始对话了吗 电话已经谈完了五十分钟 他透露说他谈了五十分钟 然后完了以后怎么样 然后Wendy Shermer呢 说了一句很有信息量 但啥也没说的话 他说我们正在研究 前朝退华的关税政策 我当然知道你在研究了 你在研究 你在研究的研究了快五个月了 然后同时昨天 咱们下午 这个中国商务部的发言人高峰 这种说的话比他明显有信息量多了 他说中美的经贸开始进行正常的沟通 两项相比高的定性啊 好了 看完这个好的 咱们看看不好的东西 这个昨天礼拜四 这个拜登亲自宣布 他说把五十九家公司 放到跟军队啊 跟情报啊 有关的黑名单上面 当然华为肯定在上面了 大家去想一想 前朝 前朝就是以前的 特朗普是弄了四十八家 换句话说 拜登现在还增加了十一家 但是同时呢 他在做两边的分类 比如说他把小米 从那个名单上拿下来了 他看来看去小米小米嘛 就是啊 这个小米嘛 他就是给二三线城市啊 这个做手机的嘛 年轻人做手机 跟军方 跟情报无关 说明他很精准打击 换句话说 一月二十二十号之前 我们说他专业精准打击 现在在这个问题上 看得尤其清楚了 好了 同时我们看看 这个不久以前 美国参议院 不是公布了一个叫 前沿无尽 无尽前沿法案嘛 那个英文叫 entless 叫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 Frontier Act 这个其实就是那个 在最前沿地方对中国的高科技 对美国有可能会展示竞争的 进行封锁 所以 FD 英国的这个金融时报 中文网上的一道铁幕 正在中美科技界落下 这个 有关这个问题 下礼拜 下礼拜还是兄弟 我来主持有机会 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这后面 水很深 好了 同时我们看看水浅的地方 这个环球时报 说美国军机 五月七十二次高强度的侦察南海 这个高强度侦察南海 同时雅兹周刊有个报道 说菲律宾拒绝在中美南海博弈选边站 这个黄东兴 咱们雅兹周菲律宾的记者 以前也是我们的节目的嘉宾 这个杜特尔特是2016年6月24日上任的 这个任期也差不多了 所以现在下一步 其实有几个国家的变局 我们要首先要关注 第一个是德国 今年9月份以后的变局 莫达玛下台了 然后杜特尔特也快了 然后日本呢 今年9月份 日本一会再跟大家讲 这个菅义伟现在非要办 奥运会不可 只有50天了 他还要办 办完也不一定能够挽救到了他 所以这几个国家的动向 都要密切关注 好了 讲到动向 我们看看香港经济报报道 说中美的新动向 大国博弈考验 同时环球时报和台湾的旺报也说 打破反华政治怪圈 唯有以实来破虚 台湾旺报的标题是说 拜登对华是雷大鱼小 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 这个研判是有问题的 研判显然是不准确 什么叫雷生鱼点小 雷生鱼点很大 它表面上没有什么不险山不险水 后面的力度是精准打击 这个完全错误的研判 同时我们再看看这个华尔街中文网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说 人民币的日益升值为中美的汇率冲突埋下伏笔 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说 本周一 本周一咱们的央行公布了中国外汇 央行的外汇存款的准备金率提高到7% 这是一个动作之一 同时数码货币革命有可能会削落美元的霸权 这是香港信报的一个报道 香港大公报也说 这个数字人民币解决三个痛点 这个有关数字货币的问题 这个digital currency 现在是中国欧洲美国三方 欧洲也做得相当不错 当然中国在欧洲之间 可能中国还略高于欧洲 美国是做得最差的 所以有关这个问题 在未来的方面美国人现在急 所以他的急 如果我是美国人的话我也急 自己不争气 好 我们看看华尔街日报中网还报道说 美国经济呈现前所未有的复苏景象 所以有时候正确的评估对方是有道理的 不要说人家什么雷声打雨点小等等 美国现在一个是抗疫问题 他的疫苗正在起来 同时抗疫由于解决的还好 经济复苏是比较快的 尤其他的科技创新 这样说并不是说高估对手 而是正确的评估对手 同时我们看看香港新报和FT中文网也报道说 美国二手车市场紧喷是如何推动了货币 同时拜登下礼拜要访问欧洲了 他是访问欧盟 访问英国 完了以后要去日内瓦跟普京见面 然后英国女皇已经说了 说你到我这来我肯定要见你一下了吗 对不对 大家记得特朗普访问拜登 访问英国的时候 跟英国女皇前面是闹出了一些的笑话 但拜登肯定不会了 拜登除非有时候有点老眼红滑 摔一跤之外 他后面的团队是专业的 拜登后面的团队 比特朗普后面的团队 不知道要专业多少倍 同时这个VOA报道说 这VOA报道说 拜登要访问欧洲 以修复同盟关系 说到菅义伟 我们就看看菅义伟了 菅义伟共同网的独家说 美国曾就菅义伟短期内再度访美询问一下 哇这不是开玩笑 第一 人家老先生也七十多岁了 第二 人家现在东京奥运会办还是不办 第三 疫情 对不对 你没有这样的嘛 没有这样的 4月16号刚到你那儿去过 然后5月21号你把文战营又递得过去了 你有没有把英国首相 有没有把加拿大首相总理 有没有把法国总统 德国总理 你都可以请到华盛顿去吗 为什么把我们亚洲人请过去 这不是开玩笑嘛 要尊重老年人 老年人不容易 尤其是日本的老年人 日本老年人很紧张的 现在香港的《明报》也报道说 美国关系紧张 俄罗斯的主权基金准备全部弃用美元资产 俄罗斯现在在外汇储处备当中的美元在不断的下降 据说已经下降到只有30%了 以后还会继续下降 这个是以前的照片 这大概是拜登当副总统的时候 当跟普京拍照的照片 然后俄罗斯军企总裁说欧美再发动制裁 那就是宣战 这话也说了很多遍了 他再制裁你一次 你说这最后一次制裁了 然后再制裁一次 他说这是最后一次了 然后还有五次机会 好 冬奥 东京奥运会 这按理说是去年2020 7月21号东京奥运会 然后没有办 现在说到2020 放到2021年7月23号 现在只有50天了 然后奥运会说不能再延期了 所以冬奥这百分之百如期举行将来安全 那如果是疫情爆发怎么办呢 改闭门作业 好吧 路透社中文网报道说 世界第四大人口的大国 印尼的新疫情比官方数据严重数倍 现在很多国家是这样的 有的国家是准确的报 有的国家是虚报 有的国家是瞒报 但是虚报瞒报总比不报要好 有的国家干脆是不报 干脆是躺倒 现在不是躺平吗 躺平这个问题在有的国家是干脆躺平的不报了 好了 我们看看 在报的国家里面 英国当日新增超过5000个确诊 创两个月的新高 英国现在又开始起来了 打疫苗抽百万 美国有个州 西 West Virginia州加码 十把枪当奖品 这个想象力太丰富了 说打一针 送一把枪 打两针 送两把枪 这脑子 见过脑子有问题的 还没见过脑子这么有问题的 美国卫生院院长自信服其 成实验室泄露论是阴谋 所以 服其老人家年纪大了 他有时候摇来摇去 摇来摇去 我昨天不是说吗 人老了先从腿 站不动先开始 你看看 拜登是这样 服其老人家 不过希望服其老人家 还是能够站稳一个科学家的脚跟 过去说吧 我们来看一下 以色列的局势 以色列的局势 内塔尼亚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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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要找到我 连名字都你也不清楚了 内塔尼亚胡 不行了 十二年 你想想十二年你要找到他 你想想苦不苦 昨天不是说了吗 想想德国前总理斯洛德就好了 美国十二年 我离一次婚 你不错了 你已经做过几个十二年的开玩笑 俄罗斯的极端主义 净反对派参选 俄罗斯的一个什么叫苏丹 苏丹港的军基地协议开始生变 然后政治遭寡头把制 乌克兰准备用新法来铲除有关势力 同时尼基拉瓜大选前 总统会选人被拘 现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这样的事 这个兄弟很少出来 你看有没有看 所以我昨天说看门道 你看看站在外面 站在前面的永远是布林肯 站在后面的永远是他 还有奥斯丁就管一个军事的事 所以这个人不可小觑 年纪也轻 据说脑筋很清楚 这个美国重申以色列 有权自卫 然后这个拜登 市场传拜登将企业最低税率定为15% 希望以此来换取共和党支持他的基建方案 拜登这个基建方案一出来以后 恐怕一方面是返回俄罗斯福的大政府 同时某种程度用他的话来说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 所以现在美国正在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 他要跟中国竞争 他要搞高科技上面的plan economy 我要搞高科技的计划经济 因为只有计划经济才能管理高科技 跟中国竞争 因为美国以前的科技创新都是从中小企业开始的 看看他吧 盖茲和巴菲特复炭发电 盖茲这个事儿咱们以后有的好关心 日本的河污水排海便此多多 否认有害必谈赔偿 同时日本开始研访留学生和外国研究者泄露什么重要的机密 日本也现在开始跟着美国搞了 日本修例鼓励男性开始休产假 同时韩恩社报导说美国智库说 朝鲜从中国购买旧油船当中有两个曾经是韩国企业所拥有的 同时Financial Times英国的金融时报和路透社都报道说 英国财长称G7就是七大工业国家峰会 这个下礼拜就要开了嘛 下礼拜开了 所以拜登要亲自飞过去 可以就税收达成协议 但科技巨头必须支付公平的一个份额 这个七大工业国家会议最近发了一个声明 可能咱们这边没有报 对中国还是非常强硬 所以有关这个问题要密切的关注 同时还有特雷沙梅 特雷沙梅这是过去的事 What Donald Trump told me about 特雷沙梅 有关拜登 有关特朗普如何看特雷沙梅 这个事就算了 反正特朗普这个人的嘴巴肯定是不好听的 有关背后他议论这个议论那个 宽键是特朗普现在说我要回来了 我八月份要回来了 以为他要回来干嘛 以为要去做电视秀了 但不是 我要重返总统宝座 所以我就说 哎呀 可能这家伙是喝醉了 喝醉了我们就陪着他醉吧 一直醉到八月底结束为止 十年以来最高的涨幅联国警告 全球粮价飙升有可能会带来进一步的通胀 这个啊 这个同时这个香港经济日报和韩国中央日报报道说 财信五月服务业的PMI开始下降 就是经济人采购指数通胀的压力开始增加 同时呢 最后一章啊 告诉你这个香港电台和台湾的自由时报也报道说 霍伦呢 在斯里兰卡这个对开轻折 引发生态危机 令人们产生严重的忧虑 我们看一下 带行事情 欢迎回来 我们开讲大众话第一次消息 中央聚焦 好 中央聚焦 我们先看一下中国外交 聚焦抗外交 香港联益和这个咱们的新华社报道说 王毅外长昨天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外长进行三方会谈 重申加强合作抗议 以及这个三方联合反恐 而且还达成了八点共识 同时德国资深 中网和其他媒体报道说 南非占世卫组织核准科兴疫苗 同时中国的国药喊话可以供应全球 与此同时两岸三地 其实准确的说是华南地区和台湾 目前的疫情比较严重 第三部分我们会重点讲一讲 广州地区的疫情控制的情况 那么现在按照香港《新道日报》和《香港明报》的报道说 台湾有一个客人持阳性证明还飞到厦门 这个有严重的问题 香港《新报》也报道说 台湾贴了583个本土确诊 不行啊 这台湾 看着我这触目惊心 每天这么五百五百只上去 台湾有多少人啊 总共这两家三百万人口 青年比例 生有可能是由于这个松懈的缘故 这叫什么呢 疫情还没解除 人已经开始松懈了 这个台湾的《中国时报》和《香港明报》报道说 这个日本有120万剂疫苗今天开始抵达台湾 这个日本局说要援助台湾了 援助是出于轮道主义 但是后面不要有其他目的就好了啊 台湾《曼报》报道说大陆疫苗接种破7亿剂 2022年上半年大陆可有望 这个有望有条件的这个对外往来啊 最近我有个观点 我认为其实从目前情况来看 大概人类要完全走出疫情啊 恐怕比较乐观的是2023年的上半年完全走出疫情 因为现在是可能是进入了第二阶段 如果第一阶段主要是跟旧的病毒相抗争 现在是跟新的变种的病毒相抗争 然后呢现在呢我们的一个呢 在普遍性问题上是物理隔绝 咱们中国内地做得非常好 从这一点上对于广东的疫情控制要充满信心 但与此同时呢 下一步的科技创新的目标就是 疫苗与变种的病毒要展开晒跑了 这是一个后面下一步的挑战 所以这个挑战恐怕不会那么到那么早就消除 至少还需要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这个澎湃和联合早报报道说啊 今年中国高考将是两万六千个备用隔离的考场啊 货船哎呀开始读音 好这个7月1号马上到了伟大的党啊 一百岁了 这个Global Times已经开始一片红了啊 这个香港大公报也是红色飘飘 中共一大纪念馆开关正馆至宝叙述建党历程 中央书报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小小 我先跟大家说这个外媒是怎么报道 然后再看看咱们的内媒是怎么报道的啊 这个今天的FT英文网里面有个理由说 他说这个马云与北京的关系开始得到舒缓 我一看这是重大信号 所以你看外国记者啊 他有时候会把一些官方语言翻译 我们经常翻译啊 说的都看了都是英文 但你要翻译啊 看了都是中文你也要翻译 这叫什么 这叫新闻学里面 他就要准确的抓住新闻的要点 好了 这是他们的解读啊 这里面虽然有些解读是不是缓和 咱们不知道 或者本来就没紧张过 对不对啊 有时候误读也不好 过度的解读也不好 overread也不好 好了 咱们现在看看内媒是怎么报道的 先看看内媒啊 真的是内媒 这个中国基金网报道说 货币开业 银保监出手 蚂蚁大消息来了 说了半天也没说是什么大消息 这明显的标题党吧 明显标题党 好 然后再看看香港经济日报这个标题 比较专业的 蚂蚁消费金融货币开业 半年完成整改 你看新闻标题这种标题就是 比较准确的标题 比较专业的标题 现在互联网都有很多 像这个蚂蚁大消息来了 你知道是大消息还是小消息啊 包括像英国的这个金融时报说 说什么关系缓和 本来就没紧张过 你们知道缓和 对不对 虽然有时候敏感 但敏锐也不能过分敏锐 这个香港的经济日报就比较好 蚂蚁消费金融 货币开业 半年完成整改 有关这后面的背景大家都知道了 不就以前蚂蚁金服 遭到整改 约谈遭到整改 然后这个马云先生 这个消失很长时间 然后呢 湖畔大学啊 现在也改名 那么现在这个蚂蚁消费金融货批 是不是向英国金融时报说缓和 还是说 像那个中国基金报说的大消息 好了 我们就不说了 时间不够了 路透社中文网报道说 中国加强粮食生产支持的力度 要求稳定重量补贴 并建设高标准的农田一亿谋 粮食安全的问题 好了 这个经济另外一个重大的消息就是 可以升老三了啊 可以升老三 但是这个虽然这个年轻朋友说 哎呀该升的不升 不该升的穷升 为什么不该升的 该升的不升呢 因为担心经济负担重 好了 现在有另外一个侧面 我们来看看啊 澎湃和那个正义网报道说 山海政策引商机 他打了一个问号 媒体说 绝不能成为某些人割韭菜的机会 然后正义网 我也没听说过这个网 但是这个 视频的标题很正义 说山海没到 商机先来 山海放开了 这个四房还够住吗 看看五房住行吗 这个问题呢 是这样看的 其实你说商家吧 他引来商机啊 问题没错 商家本来就是很灵敏嘛 正像我们说 新闻记者要灵敏一样 对不对 你商家不灵敏 难道跟在去世后面走吗 本身是毫无疑问的 关键我们要杜绝的就是 那些不良的商家 或者那些无奸不商 对不对 什么叫商业的本质啊 最近我有个说法 商业的本质啊 它就是以商业的逻辑 不是以慈善的逻辑啊 它是以商业的逻辑 向人们提供 推动人类进步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商业的本质 里面三个要素 以商业的逻辑 不是以慈善的逻辑 肯定要挣钱的 第二 它做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推动人类进步的 第三 它一定是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从这意义上说 你不能说商家 哎呀文道商机啊 你比如说如果没有乔布斯 我们现在谁会知道我们有拥有 我们有这个有关移动互联网 或者这个智能手机的需求 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个东西 所以有时候经济学里有两种理论 一种说需求拉动 我饿了所以我要吃饭 所以你要给我做饭 有餐厅 还有一种是供给拉动需求 所以从这意义上说 商家它只要是以商业的逻辑 提供促进人类进步的解决方案 从这个本质上 紧紧抓住这个商业的本质 它有时候会促进人类的经济的大循环 经济大循环如果好了 你不能说这是个韭菜 说不定 哎 山海自然就来了 当然还有很多的其他朋友说是 好了 这个有关台湾方面 有一个高雄港货轮撞毁 两起重机酿一伤 同时香港文卫报也报道说 最近说台湾的猪有可能供港 有可能是走私 那么香港人有可能是务熟了美来猪 好吧 有关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 不接详情 就提供给大家有这么一个事 好了 最后我休息 不是我休息 我走过去你休息一下 咱们还是谈谈广州的疫情 广州的疫情是这样的 今天早上收到一个消息说 确诊已经到70个人了 它从4月21号开始 你看短短的才两个星期不到已经70个人 人数不算多 但上升得很厉害 那么很多都是本地的 而且很多源头都相对比较单一 而且最主要是很多还是无菌感染 就是没有症状的感染 而且是变种的病毒 所以我们看看香港明报报道说 广州又增16个确诊 封区升级 立湾区呢 14万人进驻 又加了两个街道 现在四个街道 开始逐不出户了 开始封街道了 所以今天到了我个人点评的部分 这个我认为这个广州的抗议啊 锁住源头缩小范围 这个我记得本周已经第三次在这里讲疫情了啊 这个这次的疫情 昨天我说这个潜伏期长 后面打了一个问号 现在我们大家开始确诊了 这个昨天那个广州官方宣布 说这次的潜伏期是短的 而且有时候最短可以短到两三天 所以尤其如此的才需要几次来确诊 而且它的病毒量很高 那么现在第一物理隔离肯定是关键 这个是用以前普遍性的方法 但下一步 我个人认为啊 下一步可能我们抗议面临一个挑战 就是我们的疫苗能不能及时的与变种的病毒晒跑 这台真的讲是全世界全人类科学家面临的一个共同的考验 好了有报天天录 祝大家一个愉快的周末 下礼拜继续陪伴大家 谢谢 ة 感谢观看